台中西屯区凌晨三点多发生了气机车火警 停在巷子里面 20部机车是起火燃烧 火势相当猛烈 还波及到了旁边的小货车 附近居民睡梦中被火光惊醒 吓得赶快逃命 还好是没有人受伤 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了 是当时有一个男子案发之前 是鬼鬼祟祟的在机车附近 结果没多久机车就起火燃烧 不过到底他是不是肇事者还要调查 熊熊火光不断燃烧 整排机车陷入火海 凌晨三点多 西屯区这处巷子突然发生气 机车火警 伴随巨大爆炸声响 附近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消防局扑灭火势 还好没有人受伤 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 案发前一名男子 鬼鬼祟祟靠近机车两次 没多久机车就起火燃烧 而他身旁总是围绕两三只狗 警方很快锁定辖区内一名绰号 狗王的男子 将他带回警局征讯 火警烧毁二十部机车和一部汽车 幸好火势没有波及一旁的社区大楼 不过大楼的采光罩都被烧熔 可见温度相当的高 机车起火的地点 旁边就是上百户的社区大楼 还好火势没有延烧上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住户表示曾经看过一名六狗男子和社区住户吵架 究竟是不是他侠院报复纵火 警方还要调查 而男子酒后疑似纵火 差点波及上百户社区大楼 已经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华尔鑫黄腿张春风 萧玉业台中报道